車子排隊是過年期間一定會遇到的 為了要提供南部管民 以及來到南部管企圖UK 一個順暢的交通品質 南部管政府表示 將在過年期間在中一車子路段 實施交通關節工作 而且民間交流都今年將開放正常通行 因為過去我們就是辦火車好多節 所以民間交流到北上南下都封鎖 對我們很不方便 我們今年有交通部建議 另外就是我們在台16線 尤其我們16線、14線 我們一些中間的分隔島 為了要行車的順暢 我們分隔島跟去年一樣 就是去年我們有風起來的所在 今年也有風起來 和我們鄉親如果稍微不方便 大家要提供一下 另外南部管委診教也表示 過年期間將在管內一些親手式合環山 前景點的一個問金點 設定經濟醫療救護車 讓民眾來到南部管企圖 都能當成了安心和安全 我們管府推廣觀光的這個保證 所以醫療單位 對比較高的昆陽 清淨農場 還有日月潭 積山天梯 都能設立救護站 所以 歡迎我們各地的旅客 來我們管內這幾個風景點 去使用我們旅途愉快 南部管責問金點是台灣民眾過年期間 最愛路由的管齊之一 因此搭車排隊在所難免 在這裡也有民眾 可以在屬性到來整個路由的動線 並配合交通關節的所運 相信就能過了一個 歡喜還有拼一個存在價值 記者金門說 最恐怖的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